已经拖,拖了大概30来米吧,拖上一个皮卡车给它映出来。 虽然到了安全地带,可麻省时间已经超过了极限时间。 这时间已经超过了90分钟,之前那个医生在里叫, 安静啊,不行了,快要死了,时间过了。 后来我也没听他来来一下,把我说安全第一。 然后过来了以后,把他吓了以后,我就叫那个医生, 我说马上打那个回数铃。 麻醉师立刻注射了解除麻醉的药水。 打进去了以后,够了10分钟,我看他鼻子动了一下, 他那个耳朵伤了,15分钟多一点就切了。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,然然初步恢复了活动能力, 同时也恢复了动物的本性。 一旦有人靠近,他立刻警惕地做出反抗。 小巷然然的伤势十分严重,只有通过人类的治疗才能康复。 救护人员拿来芭蕉叶和菠萝喂他,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 似乎只有在吃东西的时候,他才会忘记疼痛和恐惧。 此时,然然的妈妈顺便的向寻仍然徘徊在颜巷。 她们不停地吼叫在寻找然然的响。 听到远处的呼唤,然然开始激动起来。 象群在河水中一边吸水一边不停地吼叫。 野性十足的然然竟然挣脱了铁面, 不顾一切地逃进密林中去寻找象群。 回家只会导致然然因伤口感染而死亡。 人们的拯救将前功尽弃。 新一轮的围部行动开始。 营救人员向然然打了一枚小剂量的麻醉弹。 人们再次将然然捕获。 有了前车之剑,指挥部决定将然然运到远离野象谷的地方治疗。